台股29号在苹概股货贵三雄领涨下指数开高走高 中场上涨108点 收在15000点周线连四红 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 台股终于重新占回万五关卡 让外界又惊又喜 苹果光照耀台积电上涨超过1.5% 带动半导体族群 红海 联电等一片通红 股王大力光更是强涨5.28% 反观联发科最新公布 整体上半年税后存益年增百分之二十九点四二 EPS四十三点四一元 大赚超过四个股本 但股价却显现收黑 利器电更是应声重挫 超过百分之七 创上市以来新低 利器电等于是备负受敌 所以说它的一个成熟制成的价格 可能会往下调降 GDR的定价在三十五块 所以说定价太低 未来的低本益比的概念股 也许会随着它的获利变少 而变成高本益比 就是因为利器电GDR发行定价 每股十七点五五美元 等于折合台币三十五块 折价超过八成 让市场相对悲观 台股跌身反弹 但其实金融三叶 早已悄悄逢低大买超过九百七十亿 累计上半年加码的一千两百亿 全是台股重要柴火 外资回头买超一百三十二亿 投信持续力挺台股连二十六买 但台股若要在向上攻坚 量能恐怕仍是重要关键 三零十文 刘世贤 刘富辞 台北报道